- 開玩笑 - 這邊你也是要- 喔我是拍照 - 喔你是拍照 - 就是我一面回答的時候 - 是是就補作你要面對畫面的一個 - 好 OK OK - 那我看一下我們投影機 - 這樣不成就 - 這樣不成就 - 但你 - 弄投影機的遙控器你有沒有看到? - 對對對好 - 她的時候還是鎚燃? - 錯的 - 開開開開開 - 開開開開 - 你不是要關你的意思嗎? - 對對對 - 我不知道她 - 現在是要個不一定還行 - 可以可以切來嗎? - 看上去 好 今天大概有三十五分了 對 妹妹有問題 我們時間還滿多的 就是我開場一下就是 我們也很想知道說 設計創新實驗中心上路兩個月來 是不是符合你的預期 然後你跟 你也有下向到各個地方去嗎 好 跟他們作談 你有什麼新的預期發現 是 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其實重點並不是我的運氣 重點是我們上百家設計 然後在當時我們基本上只有硬體的框架 每一個地方要放什麼 其實我們都沒有任何餘設 我們是用了五場的諮詢會議 然後跟全台灣也不只是台北的 各個設計去談出來的 所以包含裡面要有廚房 甚至用設計的食材去直播做點菜 包含要有藍骨頭 包含要有各種這個會談的空間 包含要有一些甚至空派集 一些展示啊 重東西啊 3D列印水泥啊 所有這些東西 還有地下室的使用 這些其實都是設計提出來的 我們是需求導向的方式 所以與其問符符合我的預期 不如問符不符合那些 一開始提出這些想法的設計的預期 那目前我們聽到的聲音是 他們很感動就是說 他們之前提的一些需求 其實不是花錢可以解決的 例如像說他們希望 每天都開到半夜11點 因為很多活動需要搬到很晚 那我們就配合去開到半夜11點 又或者說他們希望說 我不是只是每周三早上在那邊 我可以更多一些時間在那邊 所以我現在每周三 早上不到10點就到那邊 晚上10點才走 所以就是2小時 每個禮拜都在那個地方 然後任何人都可以來找我談 那像這些都不是出錢 那這些都是出力 所以就是很多社企對我在那邊的 還有就是說他們希望不只是我在那邊 也希望所有目前承辦社企業務的各單位 都要派一個人在那邊住點 那個我們也達成了 我覺得那個還不錯 這個是一個突破 對 因為以前都會互相踢皮球嘛 那現在所有人都在 沒有人可以推了 所以一定到了就可以解決 那有財務部門嗎 有有有 然後也包含那個新創集體也到那邊嘛 所以包含這個 他們要申請一些政府的計畫 或者是說要請KPMG 或其他相關的朋友來做規劃 Mentor 夜市都在那邊 然後每雙周的禮拜二 就是回應不在台北的社企的要求 因為他們覺得說 他不應該變成好像一個在台北 這麼精華的低端 然後只去發揚台北的社企 這樣就很可惜 所以他們希望說 我們的常設的這些展覽 或動態的這些展獸 基本上就是從雙東 就是屏東 台東開始 然後越偏向的社企 我們給他越多的曝光 讓他能夠在社創中心 大家可能經過花石 逛完了 繞過來 繞過來的時候 他看到一些東西 Excel的QR 就可以獲到付款 就放到他家裡 之類 所以等於是說 我們給包含嘉義 台東 屏東 這些地方的社企 相當多的一個曝光跟Channel 那這個是各個地方的社企要的 另外呢 同樣的也不是錢可以解決的 就是各地的社企覺得台北這邊 每次決定的什麼政策 比如說公司法 他們可能要隔半年 他們地方縣市才收到 這件事情要怎麼樣子去推廣 那所以呢 台北這邊呢 之前必鎖新公司 現在新的公司法或什麼 其實很多社企都已經做好準備了 那但是呢 其實很多 尤其是非都縣市 他們就要等可能快一年 才開始知道 原來我可以這樣做 那所以這個資訊上的落差 是很多人覺得很不公平的 因為他們覺得如果旗袍 很一樣的話 那他們當然有所發揮 可是現在旗袍就已經慢了半年了 對 那這樣子其實不是很公平 所以我的做法是 我會很固定每雙周二 然後去行政院這四個不同的地方 也就是說 接下來要去台中嘛 對不對 然後雲家 然後高平 然後華東 四個不同的辦公的 維修辦公中心 然後在那邊去跟當地的 社長的朋友聊天 但是這個聊天不是我去這裡宣導 而是他們直接提出問題 提出問題之後呢 立刻就解決 可是為什麼立刻解決 不是因為我多厲害 而是跟社企相關的十幾個故事 全部都在台北空總 在那邊遠端stand by 然後呢 我們就備詢 對 就備詢 就是說你跟他們 比如說你去花東 跟他們設計台的時候 他們那邊20家設計嘛 那我們這邊就11個部位 那他們在台北 對 然後都是透過這種視訊 然後彼此就可以看到彼此 因為其實我們往來 你其實不太知道 對方的那個動機 到底是不是一致的 但是我們設計的一個 很核心的價值 就是說他在處理 這些地方性的事情的時候 比政府部門 還要適合用來回應 這種地方的需求 而且他的轉向 比政府部門要靈活 政府部門一年才 只能調整一次 那但是社企每天都在 根據當地的需求調整 而雙方的社會使命 很可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希望是各部會 把他把社企看成是 就是跟部會想要做的事情一樣 但是又更能夠去 敏銳地解決社會問題的朋友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幫他們解決問題 而不是我們自己跳到 第一線解決問題 這樣子就不會有這種 好像公務人員覺得 這個常常會覺得 怕獨立啊 或者是怕怎麼樣 可是因為現在 其實他要做的 是跟你要做的 是一樣的 所以你只是讓他 能夠更快地解決這件事 所以社企的朋友就覺得說 以前懸而未決 這種跨部會的問題 現在他只要一提出來 因為11個部會都在 已經沒有任何藉口說 不能解決 所以馬上就解決 那解決之後呢 因為所有的這個記錄 都是逐字的放在我們 就是社企的這個網址 網址 我也是要看 然後 點ptis.tw的這個網頁上 所以你這邊就可以看到 開放政府的這個部分 就會是很固定的 我下一輪巡迴的時候 你的報名的地方 之前的會議的主字稿 然後每一次的提問的列表 那或者好比像說 像我們在中部聯合服務中心 那你這邊除了主字稿之外 就可以直接看到說 他們每一個人這個關心的部分是什麼 然後呢 以及各個部會 我們只叫暗字管考 就是他講的每一個字 我包含我現場回應的部分 包含這個社企 後續想要知道的一些書面的部分 我們通通都把它集中在這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不只是有完整的政策的履歷 就是說我們可以看到說 在每一場的討論裡面 到底是每一家社企講了什麼 就是全部都在網路上 你這樣已經有幾場了 已經兩輪大概八場了 對 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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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第八場 對 對 那所以這樣子其實 兩個月 對 兩個月嘛 對 所以任何一個地方 我們兩個月之後一定也要回去 所以從他的角度來看 最晚最晚兩個月 他就一定可以解決他的問題 那我們下一輪要試驗的就是說 因為像我們的東部聯合服務中心 其實是在花蓮 那台東的朋友就會覺得太遠了 他們還要來花蓮 所以也有一個可能就是 每個試訊呢 對 所以就是可能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是把這四個 聯合服務中心的網路都試到 相當好 相當完美 那所以接下來下一次 也許我就去台東 把台東的那邊弄到 那但是花蓮還是開 所以就變成三地 就不是兩地了 所以接下來可能我去平中 但是高雄的還是開 所以等於就是說 我們本來的設計是說 大家到一個地方的聯合服務中心 跟我對話 然後台北有人 接下來就不用了 他們就在他們自己的 我們就三方 四方 早就應該這樣了 對 沒錯 像美國那麼大 怎麼可能都來呢 對 就是這個意思 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一步一步的 因為這套系統 以前只有在拜年的時候 這個行政院長跟各地 聯合服務中心拜聯用 所以我們在測試的時候 都發現台北的聲音 他們都收得到 這套系統就是視訊系統 就是行政院內部的視訊會議系統 這是行之有黏的 本來就有 沒什麼好用 應該是說本來是單向的 就大家聽台北聽得很清楚 但是台北聽大家的 其實線路從來沒有測過 常常有些毛病 為什麼從來沒有測過 因為拜年的時候 他是聽院長 對 所以這個就可以 這個很有趣 對 這很有梗 對 對 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變成是一個 雙向的 而且是一個行動內閣 我們自己實際去地方 對啊 但是各不會不可能 一天到晚坐高鐵 所以他們還是留在台北 但是遠端的北群 這樣呢 這打通任督會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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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樣至少沒有時間差啦 大家最complaint的就是這個時間差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這方要省很多力 而且重點就是這些社企 這些NGO 也不一定NGO啦 有一些是公司 合作社或者公司都可能 他們就是要解決社會問題 他們就是來幫你 沒錯 因為我是說你就是政府 政府解決不了的湯凱邦 那你幫他也懂得幫你自己 沒錯 就是這個意思 對 就是這個意思 可是很多公務員是沒有這種 sense 對 可是因為我們目前國發會 就是美女主委 有一個新的法規的解釋原則 他就是說以前個案禁止的 你不能當通案用 通案禁止的東西 如果他的法規 就是他的母法執法沒有禁止的話 這個通案還是要廢止 意思就是說以前啊 因為就是政府沒規定的 好像就不能做 因為在灰色地帶嘛 但是他現在是說 除非法律名文寫不能做的 否則應該要可以做 要可以調適 但是也不能說就是公務員員 在碰到這樣子的需求的時候 如果這個廠商純粹為了賺錢 跟公務員自己想做的事 完全沒有關係 他還是會心裡怪怪的 我為什麼要幫你 這個就是鬆綁這樣子 我為什麼要幫你承擔風險 然後讓你去賺錢 但是如果是社會企業 或者是在地的NGO的話 就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公務員自己也想好 看到這件事發生 所以他就發現說 法律並沒有說你不能做 那我們就一起來做 好 那如果這幾個地方 他們提出來的問題 你有把它歸納一下 有沒有哪幾類是比較聚焦的 有 或者說都是技術小問題 不是喔 其實有某些是滿大的問題 我們當然幕僚機關有做一些中正 但是我自己感受到的最大的問題 其實是剛剛的那個時間落差 資訊落差 但是我們用這一套方法來解決 另外一個 對 很重要 謝謝 對 那另外一個大家很不太理解 就是說到底社會企業 它跟協會或者跟合作社的關係 因為台灣三十幾年來 都有很多不管是就是大愛啊 喜悍兒啊 祝福聯盟啊 禮人啊 這些大的 大家都知道說NGO或合作社 怎麼樣來做一些永續的經營嗎 但是公司這方面呢 其實大家都不是很清楚 因為公司法第一條就寫說 公司以盈利為目的 所以呢 每一次就是有一家公司說 好比像說我股東投資我一千萬 但是呢 我賺到第一千零一萬開始 我就不分配回股東了 我就開始繼續投入社會使命 等於股東不是賺錢 股東是賺社會影響力的這種 叫做有努斯形態的這個社會型企業 這種企業到底符不符合公司法第一條 其實是言人人數 而且很多時候呢 大型的公司 你會看到它去設計金會 可是大型的NGO 能不能夠設個公司 但這個公司不是為了賺錢 是為了跟市場這個大交道 這一塊一直是非常灰色的地帶 就是因為公司法感覺上就是跟 這種這個公益使命啊 有點衝突 所以其實很少有限時敢批准 這樣子純粹有努斯形態的公司 或者是大的基金會去設立 自己的畢所型公司 那我們當然是透過這樣的方式 去理清這個 那但是呢 接下來呢 我們在公司法實際被立法院三組通過之前 我們已經請那個商業司先做了一個函視 所以我們目前是用函視的方式 來說我們即使是目前這個版本的公司法 它的盈利為目的的這個利益 也不一定是錢的意思 它也可以是環境價值或社會價值 它也可以是多方利益關係的利益 不一定是股東的利益 總之呢 只要你在章程裡面把它寫清楚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把章程揭露出來 那揭露出來 各地都可以去奧點你嘛 所以這個重點就是說 這個公司設定出來 它不要掛羊頭賣羊肉 它也不要掛羊頭賣羊肉 它如果是就是為了要打成社會使命為主 賺錢為手段的公司 它只要在章程裡寫清楚 我們現在就讓大家能夠在經濟部的網頁上去查數 那你覺得章程是揭露是必要條件嗎 現在我們是得揭露 那我們目前這一版的公司法裡面 其實完全沒有提到章程資源揭露的事情 所以我們目前的做法在se.bz.tw這個網址上面 我們是採用登錄的這個機制 它同樣是經濟部的網站 但是呢 就不是在公司法的這個架構裡面 也就是說你公司設立的時候 它不會問你打個勾說你章程要不要揭露 而是你可以自己跑上來這個登錄 這是我們目前的做法 但是我們今天出行政院的院版公司法393條 特別加上說公司在申請設立 或它在登記的時候 它可以打個勾說我的章程要揭露 那這樣子的話經濟部就要幫它揭露 不過這還是自願 哦 自願 好 當初一定有考慮到說是要必要區或是等的 對 那個的想法是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的所謂的必鎖型部分有限公司 它其實是公司法裡面的一個 就是我希望政府越少管我越好 它是少數可能不到50人之間 彼此之間合宜的這樣子一個 類似很緊密的契約的這個關係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其實就好像 大部分的這樣子的合作契約一樣 它不一定需要讓外人去奧利 我們為什麼說社會企業應該要揭露自己的章程 是因為它要告訴跟它做生意的人說 你跟我做生意的原因不只是為了賺錢 而是為了什麼別的使命 那這個部分應該要有責任吧 那但是一家必鎖型公司 它如果本來它設立的這個分配方法 其實跟公益沒有關係的話 那我們從公部門的立場也沒有這個立場 要求它非揭露不可 但是它會登記在經濟部 那它的股東或者是其他法律需要的人 它還是可以去經濟部調 但它不是放在搜尋引擎 都可以開得到的這個網路上 不是開放資料啊 那但是我們現在就是說 如果你的跟公益有關的這些使命 那我們會鼓勵你自願揭露 然後放在開放資料 就是大家都可以檢索的地方 這樣我們就可以一次找到說 比方說所有永續發展目標裡面 台灣有多少公司 它是以解決什麼問題為之項 你知道我為什麼會問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以前在報導 這類的宣稱它是社會企業 我們也很擔心說 它到底是不是呢 它掛個羊頭 你不知道它賣什麼 對啊 那但是它宣稱它是 那我也不能否定它對不對 但是我們這樣寫 我們其實是沒有把握 它到底是不是 沒錯 即使它在網站上面PO出來 你也不知道它網站上的版本 是不是真的張燕斯版本 它是不是有變更章程啊 對不對 你都不知道 但是我也看過說 像motherhouse 就是日本那個 嗯 它在 嗯 它在 孟加 對 那 我問它說 你們是不是社會企業 它跟我做什麼事 嗯 但其實它是 嗯嗯嗯嗯 但它也沒有揭露它的一些 Things happening 對 對 它有它的特別的考慮 沒錯 但是它做的就是 沒錯 就是說當然我們廣義來講 就是你有一個明確的使命嘛 你用商業的防止來解決社會問題 當然就是社會企業 但是有一些朋友 他當然覺得說 我還沒有到達百分之百 有努子那個狀況 我可能只是在百分之五十 公益公司 或百分之三十 就是比較多的CSR 等等的這種狀況 那每個人他心裡這把尺度不一樣 那我們的想法是說 你若是三十 你就說你是三十 五十就說是五十 就大家掛什麼頭就賣什麼肉 就這樣就是了 我們不會特別一刀切說到某一點上面 你才能說是社會企業 但是我們不希望說 明明只做百分之三十的事 但是卻宣稱百分之百 這個是我們不願意見到的 但是你現在是讓他自願嗎 對 自願的話 他會形成一個pre-operation 哦 好 這樣也蠻好的 所以這個公司法的修正 已經出行政院了 對 今天剛出 今天 是 那他有一個預期嗎 就是說希望 因為我們這見報就是2018嘛 對 應該是講2018上半年 希望他可以 就是期許啦 就會越來看 我們有一個標準的搶法嗎 我們會盡全力 與立法院各黨 希望能夠 希望能夠 早日 對 希望能夠早日完成三讀 因為其實他牽涉的裡面的修改的部門 可能很多類 我們只是其中一項 我很坦白講 就是說其實這一次的公司法修法 他已經是把爭議最大的部分 都已經在院裡面化解掉了 才送出去的 對 所以我們不是說要到立法院去炒 我們部會還沒炒完的事情 部會這邊都已經炒完才出去了 OK 所以 而且有關社會企業的這一條修法 應該沒太大的爭議 對 然後另外一條就是公司法第一條 就是公司營利為目的 但是他也得有社會或環境的目的 然後自己這個揭露就好了 說開一條路 對 那所以第一條跟393 這兩條其實爭議是不大的 對 但是以前喔 這個也講了很久 對 以前他們社企的人一直在希望做修法 因為沒人理他 對 你知道 我當然知道 當然知道 但是我覺得這個就是大家現在 對於就是很多事情 大家發現說有一些翻轉的可能性 以前就好像是NGO是一邊 然後這個一定要賺錢的企業在另外一邊 然後雙方是好像什麼修法都要拉鋸 對 那在我們越來越多的社會企業出現的時候 大家就發現說其實商業模式 它是可以用來解決社會問題的 那隨著就是一個一個的 這種成功的例子出現 我覺得大家就越來越覺得說 那我們在法令裡面給他一些空間 是不但有好處 而且是多贏的 就是對每一方來講都是好事 那我覺得以前就好像 只有社企倡議的一小群人才覺得這是好事 然後其他人都覺得說 我們會不會這個就是有些人會喜慮啊 或者是有些人會這個讓投資 這個更難以這個區分啊等等 但是因為我們其他的配套會一個一個做出來 公司法其實第一班車 那接下來在中小級新創條例 接下來在別的這個 好不像說社會價值採購的部分 以及採購法的整個大修整 其實這些都是整個戰策網絡的一部分 那我覺得運氣很好的是說 在這一次就是各個利益關係方 都很願意到我們V台灣的這個平台上面 來進行討論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社會企業跟公司法的關係啊 就是這是時間最久的 我們開過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次 不同的意見徵集 六次不同意見徵集 那每次的意見徵集 是focus在裡面的某一個題目 然後甚至我們最後還做了一個問卷 然後去中整所有意見徵集 所提出來的這些題目 所以同樣的 這也是需求導向的修法 這是你去年上任以後 對對對 開一個會 對啊 這是我主要的工作 我插一個話 我覺得我們的一地一修 如果有這樣的事前的徵集 透過這樣的平台 就不用那個修法通過以後再來吵啊 當然尊重您的意見 然後才發現 要告訴你老闆 對 當然尊重您的意見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我們的做法是 這個我上去可以打 我就看得到對不對 對 你V台灣 然後按年齡草案 按社會企業中資他就會看到 好 那我要講的是說 我們採取的策略 就是說各方利益關係人 都有百分之百公式的 像張宸街樓 像是第一條 我們就這一班車先開 剩下還有只有可能七三開 六四開的 我們就繼續談 繼續談 基本上就談到收斂到 大家都覺得可惜 我們就放到下一班車去開 這是我們的修法的策略 收斂 收斂 你是用ORID那個嗎 對 對 對 是 就是我們會去做一個 政策的可行的評估表 那這個表其實 政策可行的評估表 那會叫做心智圖 就是可行方案的心智圖 那這個心智圖其實是我們 等我一下 然後我們有一個 這個可行方案的 對 這個嗎 不是 這是我們自己的 這是我們 這是PITES 就是我們辦公室 我們才剛開過一個公室營 然後在這個公室營裡面 我們用ORID方法 把自己的工作 這個時代可以提供給我嗎 就這一張而已 這可以公開啊 我們可能還要編輯一下下來 沒有 我只要這一頁 因為它看起來非常炫 是我也覺得看起來非常炫 但我其實不知道這是什麼 OK 好啊 我覺得這並沒有什麼不能公開的 對 這是一些重點 就是我們辦公室 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你要做的事 做的事 對 然後在不違反這個的情緒下 我們也要做這個 在不違反這兩個的情緒下 我們也要做這個 那這三個就是我們 這個很重要啊 對 那這三個就是我們主要的 因為他們現在就是做了一大堆以後就無效 嘿 然後那在兼顧這三個情況下 我們還會推廣數位服務 跟讓公務員勇於創新嘛 那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說 其實我們左邊的這些社會企業 或社會創新 很多它的目的其實並不是在政策本身 而是在讓大家能夠彼此認知 一起形成政策 甚至覺得說很多事情不用等政府做 我們自己就可以做 去除掉那種好像一定不行 都要政府做的這種幻想 對 對 大概是這樣 所以就是我們左方面的這個工作 那這個工作就是透過多元對話 等等這種方式來完成 所以當然你感興趣的話 我時候就寄一個連結給你 這個很棒耶 對對對 謝謝 謝謝 好 看起來非常的偉大 對對對 我也覺得 好 而且都不是我寫的 是我們剛才做出來的 就是你們開了一些workshop 然後他們把他們的idea貼上去 那為什麼說是ORID 其實原因就是因為 就是就是像我們就是澎湖那一案 就是海洋國家公園的案子 那為什麼說是ORID 是因為其實大家是要在相同的 事實基礎上面才能夠有對話 那所以大家能夠貢獻事實的單位 都是厲害關係人嘛 那事實的部分我們就是用藍色的卡片 像這是臉書詐騙案 然後那有一些感受的部分 我們就是用黃色的卡片 就是它不像說臉書放任詐騙 或者是商品未交營業稅 無法順利退貨退款之類 那建議的部分就是idea的部分 我們是用綠色的卡片 那然後接下來就是部會的具體回應 我們是用橘色的卡片 ORID 那所以基本上我們經手的案子 我們絕大部分都是用相同的這個方法 然後用不同的色碼去把ORID去畫成一些製作 那除了ORID之外 當然還有一些具體的挑戰 那挑戰是用紅色 大概是吧 蠻文章的 沒有沒有沒有 蠻好玩的 而且顯然那我就 我本來ORID是在最後 但是我覺得可以問一下 就是說那其他的閣員 他們了解這一套開會系統嗎 那你有機會學嗎 有有機會 我們目前就是有一個開放政府聯絡人 的一個制度嘛 所以每個部會的副首長 就是他們的資訊長 底下會直接有一個人 或很多大的部會 已經有一隊員了 他們專門做的事情 就是來學這一套 然後來處理不特定利益關係 提出來的問題 那所以我們有些是已經成功的 技術轉移啊 整場輸出 好比像說到財政部 財政部在那個做報稅軟體的那一案的時候 其實它就已經很具體的變成說 我們不需要好像手把手帶著 它做而是他們已經有足夠多的資源 然後就可以變成是說等於 他們跟那些 控訴說報稅軟體很難用的朋友 一起去把明年的報稅軟體 把它做得更好 那像這樣子的工作其實 它就已經內化到了財政部 那當然也是因為財政部 本來它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就是非常for time的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它可以投注相當多的資源 所以當有人連署說 比如說報稅軟體難用到爆炸 的時候 那我們財政部這位聯絡人 楊金亨 他就可以馬上來求救 說我們立刻來用RID方法 去開工作坊 然後把這個吵得最兇的朋友 就是負能量最猛烈的朋友 都邀來然後負能量發電嘛 就想辦法把這些吵得最兇 吵得最兇的朋友通常也是最專業的嘛 那所以大家都進來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說 我們把報稅的整個過程 從收到宣導 到這個開始報稅的所有的部分 使用者到底做了什麼行動 在中間有什麼需求 解決什麼問題 他的情緒什麼 全部都用新制圖的方法 去把它盤點 那盤點完之後 財政部自己就開了無場工作坊 然後去跟他們的廠商 去跟就是各種不同的公民 這些朋友們一起去把 這種東西要做做服務設計嘛 透過服務設計的方法 去把我們現在左邊是今年的狀況 變成右邊就是明年的狀況 然後就是試著讓大家報完學時候 心情不會變得更差 這樣子 這個其實肯定有挑戰 報完學之後 心情變好 大概很困難 至少不要變得非常差 大概是這樣 所以像這個就是直接 既轉進了財政部 那大部分面對民眾的大的部會 內政 農委 衛福 這些大的 現在內部都已經開始用這套方法了 這個也是一個突破 而且你剛剛講的那個負能量發電 是是是 很需要 是是是 沒錯 因為我們充滿了負能量 然後他們缺電嘛 所以看到這兩個 把這兩個結合起來是還不錯 來 用來揍標記 謝謝 謝謝 OK 還滿好 滿好 有收穫 那接下來這一題 我又回到社企 跟他那個期許 剛剛就是 因為我很好奇 你們這個社企創新實驗中心 一定有人覺得 要把實驗兩個字加進去 還是說當初不小心加進去 還是說他 不是 那是因為整個空總都是一個實驗中心 它是一個文化實驗中心 所以空總裡面的每棟建築物 都叫什麼什麼實驗中心 所以這是命名規則 那只是說 因為我們是等於提早開張嘛 其他的要明年嘛 那我們是先開了嘛 那所以我們是等於第一個實驗中心 但是以後別的也都叫實驗中心 所以 那社企在這邊 有做了些什麼實驗 實驗 很好問 我想就是說 他叫實驗中心的意思就是說 當時這個政部長對於空總的期許 是說創作是在這邊發生 實驗是在這邊發生 大家不是只在這邊看展覽 不是在這邊買一些文創商品 而是說實際的創作者 其實是在這裡的 那所以像好比上說的那個 就是他們在實驗無人車 那無人車它其實是一個社會創新 因為它會更改大家的這個社會的運作的方法 那他們就是挑了一個目前最合法的方法 就是三輪車 所以他就是弄了一堆三輪車來改裝 改裝之後你騎上去之後 他就開始自己開了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因為三輪車路全是行人的 他也不用去申請這個 什麼道路測試實驗條例 或之類的 然後呢 而且三輪車車速慢 沒有撞到人的問題 然後總之他沒有 他沒有很多問題 所以其實以先有的法令就可以先跑 那所以我們就在空總 因為地方也大 已經開始了 對 他們這是一個工作坊 所以就是已經在那邊 在那一段期間 對在那一段期間裡面 就是實際去用空總社創中心 以及周邊的場地 也是你們的這個創新中心的一個團隊嗎 他我們這個創新中心的特點 就是我們二樓是進駐團隊 能夠使用當辦公室 但是那其實只有兩三間 所有其他一樓的部分 不管是展覽 或者是空地或這些東西 只要你跟社會創新有關係 就可以來用 你不需要是進駐團隊 然後大門永遠都是開的 我們自己有一個門 在那個中校的那一側 所以重點就是說 任何人他只要跟社創有關 他到今年年底 他都可以免費用場地 當然要先登記 當然要先登記了 對 這滿有意思的 滿有意思的 所以就是大家有任何想法 這邊等於就是一個 掀起的一個實驗的地方 而且你實驗的時候 旁邊其實就有很多 做社會設計 做服務設計 做3D電影的 我們各種進駐團隊都在 所以他們在網的時候 就會很多 idea 好比方說像社創 有一個團隊他是做3D 裂印水泥的 他可以按照你的需要 去做出 不管是家具裝潢 還是什麼別的 但是有另外一個團隊 去做這個動物的這個安置 就是 他不像說他會幫 峰鳥印鳥巢之類的 那他本來這個安置的方法 或者是一些社區流浪的一些動物 讓他們有一個棲地 那本來這邊是很貴嘛 但是因為這邊可以 3D列印到他需要那個樣子 所以狀況就結合起來 所以每一次的 demo 其實都是一個媒合的可能性 那我想這種多元的媒合 才是我們想要看到的 因為不然的話 他們根本不用到同一個地方 他們各做各的就要 對 好 所以滿有意思的 是 這一題就看看 因為我接觸過一些社企業 我發現因為都是一個人開始 我兩個人開始 不然是三個 所以規模都非常的小 那可能剛開始影響力也有些 但是五年以後 有長大的也不見得很多 創業本來就這樣子 所以我在想 國內這麼多大企業 你有發現他們可以幫什麼忙嗎 對 當然 就是說其實整個社創中心 這個設計的時候 當時主要是無明體處長的想法 就是它是一個社會概念的一個價值存折 也就是說本來的CSR 其實很多大企業是各做各的 而且也不一定之間有不同身形 那好像就是為了滿足CSR的要求 可是其實有非常多社會企業 他們不管是在創新的能量上 或者是在想出來的一些 真的能夠翻轉一些社會的一些點子上面 它都可以當這些相對大的企業的一個出口 那我這邊只舉一個很實際的例子 這個叫做天賦城市 那他們就是去看街賣的這些朋友 那相信這個大家都買過 口香糖跟衛生紙 那但是呢 其實你買過一次之後 第二次第三次去大概也不會買了 而且心裡還會覺得不是很舒服等等 對 總之它不是一個 讓人非常舒服的一個狀態 但是確實我們有很多街賣的朋友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就有設企 就像你剛剛講的 就是兩三個人的團隊 他們也是一個設計團隊 他們實際去做訪查 然後就發現說 第一個這個大家覺得他們可能被黑道利用 所以這個心裡就感覺就已經不好 那第二個是說 他們可能只會說先生小姐幫幫忙 那所以這樣子其實你跟他互動是很有限的 那所以你跟他有沒有還有長期的關係 根本不可能了解他嘛 那第三個事情就是說 東西也賣得很貴 你去旁邊Seven買還比較便宜 不知道我怎麼要跟他買 所以總之就是有各種各樣子的這個弱勢的狀況 那但是呢 他們發現就是說 已經現有的一些中小企業 或甚至比較大的企業 他們有些就已經在做智能訓練或生活照顧 有些本來就是在做服具的改善 有些本來就是在做一些城市的服務 好比像說這個WiFi啊 充電還有包含台北市資訊局等等 只是說這些朋友們 一開始不會想到跟街賣的人合作 就是說他們在做BD 做那個business development的時候 根本不會想到街賣者 三個字 街賣者永遠都是他們的CSR 就是去照顧的那個arm在想的 那我想這個社會創新的意思 就是把本來大家覺得只是CSR 照顧弱勢的 去把它想成BD 就是把它想成可以拓展你的這個點 所以他們就想說 那這樣子的話 好比像說你沒有網路的 愛台灣 這個它是一個行動愛台灣熱點啊 好比像說你手機沒電了 它可以幫你充電 因為它那個輪椅是有電的嘛 它可以幫你充電嘛 那下雨的時候可以給你雨傘嘛 然後 然後還可以做這個你做 就害一個舉牌人 這個社會觀感不好啊 所以不如上面直接放一個那個LCD螢幕 它就直接開始幫你輪播廣告 所以總之就是說 你可以把街賣者做一個全能改造 然後改造完之後 它就變成一個看起來分了不起的東西 你講的是真的還是說 這是真的 他們群眾集資 已經開始了 在前兩天已經達標了 所以就已經開始做了 那好比像說像台信銀行 就捐了第一台車 台信一號車 那然後呢 他們的目的就是說 可能他們第一台車 就要放在台北市政府前面 就翻轉大家對街賣者的想像 那接下來各個企業看到 這是好事 那也許每個企業就開始認領 已經有三家企業認領車了 這些都是他企業 對 那同樣的道理 對於現有的一些設計的生態系 比較像對於生態率來講 這是他們的公平貿易的 產品的一個出口啊 這樣子就不是只買衛生紙 跟這個火箱湯嘛 然後 對於一些 對於一些輔具的這個 輔具家 像這種東西 它也是有一個地方 能夠去show case說他們如何去設計一個 又是通用設計 就是生臟指用起來很方便 但是一方面它又是多功能 那這樣對它賣了也有幫助 就是對每一個人賣賣的東西都有幫助 互相媒合 對 所以就是把整個生態系 等於是讓一次讓大家的這個能見度都提高 那當然KPMG 還是在做財務透明擇性的部分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對於大企業來講 他們看重社會創新 並不是因為說覺得很微小的企業需要扶植 而是說有一些創意的點子 真的是這麼小的團隊才能夠想得到 它在這個大組織裡面這種案子提上去 馬上被中階管理人打掉了 那但是兩三個人的團隊沒有中階管理者 所以就直接就會讓它成真 那承認之後大家用透過群幕或透過各種方式 確定社會有足夠的支持之後才著手實現 那這樣的話對所有人來講 都是一個翻轉社會關係的方法 所以我們已經看到原來有多case這個狀況了 滿有趣的 你開始講那個生態系 對 我有興趣 就是說那個生態系的結構是怎樣 是 OK 我們可以直接用中西處的簡報來講 這件事情的一秒鐘 所以基本上它的生態系的結構其實是有兩個 一個是去發現問題 那這個發現問題的部分其實是傳統的 我們所謂的產業政策規劃 很少花那麼大的力氣去做的 那相信你給我更了解我就不多說了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常常會有一種想法是說 我們只要引進最新的技術就可以解決問題 但是其實即使是矽谷的很多先進的技術 它其實也製造問題 它不是只解決問題 也就是說它比方說像Facebook 它當然是很棒的技術 可是它也造成了社會造成民主 造成各種各樣子包含精神衛生等等的各種各樣的問題 對各種就是對 那所以就是說它是有利有弊的 但是每一個技術呢 我們如果問的不問就直接去運用下去 那它造成的外部不離異 往往就是一些小型的在地的社會或者NGO要去吸收 那這樣其實對雙方都不是很公平 所以我們現在是把它翻轉 我們透過這種巡迴的方式 讓各個在地的朋友們說 我們這邊的有各種SDG一些相關的一些問題 但是這些問題呢 我們的解決方法並不是一味的要政府撥錢 下來好像有一種補助或補貼的方法 而是說我們希望能夠大家都能夠去看著這些社會需求 然後去引導各種社區團體 非力組織、畢行企業、各種各樣的朋友去解這個題目 那解題的方法就不是我捐一塊錢只達成一塊錢的效益 而是像剛剛講的那個天賦城市一樣 我投資一塊錢之後它可以產生十塊錢的效益 那只要有想出這樣子的模式 我們就說這是一個成功的社會創新的模式 那我們在這個社區生態系的其他人 像這邊講的中介組織、社群、法人、產業、大學 大學有他們所謂的USR 就是大學的社會責任的program 這些就是叫做網絡驅動 就是說會去把這些想出來的這個新主義 讓全台灣的人都知道 然後這個時候願意搭配的人 就可以去進入一個永續循環跟擴散的這樣一個生態系 所以我想整個目的就是說先從需求導向出發 引領創新再循環擴散 而不是像以前那樣是先這個好像灑豆成冰一樣 這個每個地方都廣見什麼東西 然後再引入基數 然後再去想一些社會需求好像有達成可以平安 以前常常是這種由上而下的模式 那我們現在這個模式是比較peer to peer 就是對等的一個模式 所以這個模式裡面社企 對 它應該是一個發動者本來看起來 對 就是說 發現問題嗎? 應該是說社企它的重點並不是在 它本人獨立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而是它才想出一個新的社會連結企業的這個方法 那就是一個社會需求和一個社會處境 跟一個現有的這個企業的生態系 兩個往往之前大家不覺得這兩個有關 就好像剛剛說這個接賣者跟這個business 這方面到底有什麼關係沒有關係 那但是這個時候社企的團隊就進來做一個創新 這個創新就是告訴大家說 你看也可以用這樣的方法產生關聯 那這個時候生態系就不管是從社會這邊 或從企業這邊就可以參與進去 那這邊當然是比較細的這個運作的路線圖 那但是整個目的就是說 任何的不管是全球的網絡區域的網窩 或者怎麼辨識議題 我們都可以找到正確的人進來 然後一起build這個生態系 那進來的這些團隊 它就是透過三個月三個月三個月 就是一開始他們看到這個問題 提出是可能的解決方法 那我們去透過一個跨業網絡 去把這個business model 試著把它確立 確立之後呢 我們馬上就找到合作的地方實際去run 像剛剛說在台北市政府門口 實際去run 那再run了三個月之後呢 如果這真的可以scale 全台灣都可以用 甚至全世界都可以用 那這樣我們就趕快找到impact investor 然後丟錢進來 然後我們就擴散出去 所以run就是run business model 對 所以它是有一個步驟的 三三三 是 所以我們在這個社創中心 我們也是叫run嗎 對 這個就是社創中心的執行架構 是在它最左邊 對 好 好 看起來好偉大 嗯 然後接下來就是 你九月份 你去美西蘭參加這個 社企的世界門餐 SWF 有些什麼特別的印象 或是收購 Well SWF當然我們自己在那邊 是最大的一個團了 甚至稍微有一點 這個大到很誇張 因為我們各部會都有去 光是政府就去了十個人 那民間也去了好像三十幾個嘛 對不對 所以加起來是一個五十人左右的 四五十人左右的團 那所以這個團其實是最大的 而且就發現說 他們在亞洲的各個不同的方面 不管提出什麼題目 台灣都有人做 不一定是做得最好的 當然 但是都有人做 所以等於說我們的 diversity 我們的多元性 應該是最好的 就是說在特定的亞洲國家 也許他們專注解決某個問題 那這個也跟他們 它不像說新加坡是金融中心 或者是就是不同的地方 是不同的中心嘛 有關 那在台灣基本上 整個跨業跨領域 的這個部分 是大家都覺得非常棒的 這是一件事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說 我們也跟紐西蘭的那個主辦方 有相當深入的討論 那他們其實跟我們在類似的情況 就是說他們跟我們一樣 同樣是在叫做第二波的這個設計國家 也就是說本來設計這個字 可能在台灣是沒有意義的 在台灣本來是合作社運動 團結經濟運動 或者是什麼什麼什麼運動 公平貿易運動 各種各樣的運動 那是我們import 就是輸入了一個字 叫做社會企業 把以前的這些運動匯集在這個大傘裡面 我們不是像在英國 它本來社會企業就有它自己的脈絡 這樣子 所以紐西蘭也是一樣 那所以我們這些第二波的一個好處 就是說我們可以一進來 就先有一個很明確的這樣子一個架構 那這個架構裡面 讓每個人都有一些角色可以做 等於說這個生態系 是拿我們現有的生態系 我們只是掛上一個聯合行銷的一個branding 然後讓大家更認識我們這樣子 那但是它的壞處就是說 我們要一直討論 一直確保說我們沒有把任何人排除在外面 也就是說因為它本來是各種不同的社會力量 合作式運動可能在中間 那台灣合作式運動其實很少跟 好比像說大型的企業的CSR 車上關係幾乎沒有嘛 那同樣的台灣這邊也有很多很大型的NPO 瓷器 血行癌這些 那他們也有他們的營運模式 可是這個東西他們不會把自己叫團結經濟 大概不會用這個字 對 那所以以前就是有一點合作過的 那現在都叫社會企業 然後全部都放在這個底下 我們就要非常小心說 我們在做任何不管是採購政策 或者是在做組織法或者作用法的時候 它不是特定於組織的 也就是說像新來他們就非常強調這個 就是說我們制定出來一切的東西 不管你是公司型態 合作社型態 或者是慈善機構的型態 都是一體適用 那因為如果你在做的時候 讓人覺得你是偏重 像社會企業 翻成企業 很多人都覺得那是公司的意思吧 這樣子 但應該翻成社會事業了 如果問我的話 總之就是說不要讓人有一種 好像我排除掉的組織型態的感覺 那這個是第二步 就是新興 因為社會企業是這樣 import進來的 它必須要能夠對齊 所有的不同的利益關係的人 所以我們跟紐西蘭在這點上是一樣 所以我們跟紐西蘭也有很多可以學習 那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我自己主持的一場討論 那在那場討論裡面我們是跟蘇格蘭高地 然後跟紐西蘭那邊 然後的一個就是社會運動 然後還有跟各種不同的 那叫什麼impact investing 就是影響力投資等等的這些不同的單位 那我主持的那一場的名字是叫做社會運動與社會企業之間的關係 那所以是蠻有趣的一場討論 那在這場討論裡面我自己學到最多的是紐西蘭他自己的一個移民政策 他的移民政策是他發一個叫做社會影響力 全球影響力簽證 Global Impact Visa 對 那他發的這個人的對象呢 就是這個人他不需要在這邊投很多錢 在紐西蘭投很多錢 也不需要是有什麼了不起的這個就是院士啊 的諾貝爾獎啊什麼這些的頭銜都不需要 但他必須要提出說他來紐西蘭之後 打算在紐西蘭創造哪些正向的社會影響力是無可取代的 那只要這樣子就發簽證 而且隨著這個簽證馬上紐西蘭內部的社會影響力的投資者 馬上給他一筆錢讓他完成他的夢想 多大一筆錢 按每個case不同 對 但你可以找那個Edmond Hillary Foundation 他會有就是Edmond Hillary 就是第一個登上那個聖風的 那基本上他這個在紐西蘭就是紐西蘭之光的意思 所以什麼最好的都會就是 他要吸收最好的那個 對對對 就Emma Hillary Fellowship 對這個 對那所以他的每一期就是補助了哪些人到紐西蘭 他會在這邊去進行揭露 那每個人處理的題目當然都不一樣 那詳情當然就直接在這邊看就好了 那但是呢我要講的是說 他們這個Visa它發的是社會影響力 社會影響力我們常常在這邊翻社會影響力 但其實影響力是影響力對我來講 就是在現有的制度裡面去影響別人嘛 但是Impact其實應該翻社會衝擊力 就是說你讓社會自己對自己的想像有所鬆動 那所以像我們在對談的時候我就學到說 他們發的是Impact Visa其中一個得主 就是他專門來紐西蘭幫助當地的毛利爾人 就是他們原住民 因為他們的憲法就是白人跟原住民的一份合約嘛 那這份合約裡面他們要尊重原住民所有信任的體制 原住民認為紐西蘭的某一條河是有靈的 是神的 有人格 是活的 那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他們argue說他應該有法人格 也就是說憲法保障原住民的這種泛民論 所以說他應該這條河在董事會應該要有席位 那一條河到底要怎麼有席位呢 當然就是政府跟部落各派一個人當這條河的代言人 那所以呢他有分紅的時候可以用到那條河 你要污染那條河的時候他可以說我受到不利益 我要這個否決你等等 就是說他把一個河當作法人的這個形態 其實是很衝擊現有我們對公司治理的一個想像 等於是利益關係的人 他不是透過代言人的學者專家 而且他就是一個法人 那這個情況下就有一個fellow來紐西蘭 他的目的就是幫紐西蘭建立法育制度 讓這個以後不只是河流啊山啊各種東西啊 都可以成為法人 神木也可以成為法人 那也可以變成董事會的席位 以後可能就是七席都是人類 另外三席不是人類 對這樣子的情況 對那這個也是需要非常創新的法律工作者才能完成嘛 所以他做這件事情他就拿到了筆桑 然後人家就給他一筆錢做這件事 那這個對紐西蘭的國際形象大有幫助 我們說吸引外國人才 那這樣子他來的時候呢 他就不願意待在紐西蘭 因為他的就跟可能馬介醫師一樣 他所有的這個工作都是在當地產生影響力嘛 所以外國就算給他十倍的待遇他也不會走啊 他他就是會待在這裡了 所以這個東西也是我學到的 那因為就是一萬個委員 我們也一起去 所以我們有具體討論這個政策 所以在接下來的那個就是外國人才專法裡面 我們已經引入了一些這樣子的精神 就是我們把社會企業在接下來的法令裡面 有時候會把它叫做社會創新企業 那為什麼不這樣子叫 就是因為我們所有的產業創新政策 所有的創新採購或者是信寶等等 或創規版裡面有創新兩個字的時候 社會創新就自動當作一種創新 所以它的正面社會影響力本身不是因為它在無家而過哪個產業 本身就qualify它成為創新 我們也可以因為這樣的關係去發簽證 然後也可以去把社會影響力投資的人裝進來 讓這些進來的人才像紐西蘭一樣 那在這個我們還在討論 並不是完全確定的 但是我覺得這非常inspiration 因為我們等於是就是整個社會去讓外國人進來 但是它改變了我們的社會 可是它同時又融入了我們的社會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比較好的想法 而不是想要覺得什麼外國人要產工作啊 什麼什麼想法 就是這樣 可能應該會吸引像這樣的人 然後讓我們這個人可以upgrade 不會再會一直吵 對對對 所以你要問我最有印象深刻就是這個 這個好好玩 而且我想 那是誰讓紐西蘭想出這樣一個idea 他們有一個叫做Akina Foundation 那他們就是 對 A-K-I-N-A Akina Foundation 那這個他們就是主要的在紐西蘭裡面 倡議就是社會企業的這樣一個中級組織 那所以他們就會一直給這種簡報 去給所有的黨團 去給所有的立法委員 看他們的這件事情 然後可能更重要就是說 他們會直接可能是說服他們的總理 那總理就會直接組成一個跨部會的團隊 然後來讓這個國際的各種不同的社會企業朋友們能夠進來 那他們一直要證明的就是說 他們不是只照顧威林頓的社會企業 他們是整個紐西蘭從南到北都有相關聯的組織 那這個也是我們社創中心的一個精神 就是我們不是只照顧台北的社會企業 我們是等於是一個旗艦點 但是這邊釋出來的東西 不管透過視訊 透過其他方式 它是直接輻射到全台灣的 哇 這個聽起來很棒 是啊 很好啊 對 希望立法可以通過 對對對 這個是已經講到人才了嗎 對 那之前我在補 就是回補前面 前面在講公司法的時候 你有提到一個採購法的 對 那也要有一個突破的 對 採購法現在的修法方向 其實跟公司法其實是不完全是同一批 但是這兩個加起來 其實是有一個綜合效果 採購法現在的修法方向是說 我們盡可能讓大家用有利標 而這個有利標 以前要需要寫理由的嘛 那現在是不用寫理由 你就是可以用有利標 那除此之外還有一些 就是要比較說 在採取這個有利標的時候 可能有一兩家廠商都符合嘛 那以前如果第一家 最後沒有履約 你要重新照標嘛 那現在可以fallback到第二家 它有一些就是讓大家公務門 比較不會覺得好像 我覺得有利標太麻煩 就會去用最低標的這個情況 那接下來就是在有利的標的 這個有利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就跟剛剛講公司 以盈利為目的一樣 那我們在接下來的中小級 新創企業裡面 會特別去說 它創造出了社會影響力 它創造出社會價值也是一種有利 那所以當一個機關它在採購的時候 它就可以去說 我希望我這個採購的最有利的意思是 它也創造了多少的社會價值 這也就是公益嘛 對 社會影響力可以講什麼公益嗎 不一定 不一定 就是說因為社會影響力 它的範圍比公益要來得更能量化一點 當我們說公益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好比像說 你宣導一些東西 或者是說你讓大家 就是心情更好一點等等 那這個我們一般也都是說是公益 所以公益是我們說公益活動 公益路跑 公益什麼東西嘛 對 只要你不是為了特定人 都可以叫公益 但是當我們說社會影響力的時候 我們特別在講的是說 大家本來以為社會 只能用某種方式來運行 但是你透過創造新的創新或價值 社會的這個關係就改變了 它變得更正義更平等等等這些 對 那所以就是說 它創造出社會價值的意思是說 社會的組成會因為它而改變 而不只是說 它在現有的社會秩序裡面 讓大家感覺更好 這兩個是不太一樣的事情 對 那當然社會影響力 基本上都是公益 但是公益不一定都是有社會影響力 對 總之未來就是說 就是說在採購的時候 首先機關就可以說 我希望我這個採購本身 就創造某些社會影響力 那這個時候它在有力標的評選的時候 就可以把這個當作很重要 或甚至最重要 每個機關自己決定的一個規則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說 如果有兩個以上的機關 都認同這樣子的採購判準 那這樣的話它就可以進入 所謂的共同供應器源 那以後第三個機關 就不用重新再去溢價或之類 它在工程會的這個採購網站上面 就會有一個專門是可能社會創新企業的一個專區 就是說如果你希望你的採購有 產生哪些是有影響力的話 你就去那邊進行購買 那這一部分目前中基礎 還在進行意見證詢 還沒有final 那這個就是第二半折 對 就是我們第二波徵結好的公司之後 現在他們正在進行反規處理的證詢 像我社會企業可以做一段落 你聊得非常好 謝謝 我有蠻多收穫 那年輕人想從事設計 還有什麼建議 我覺得從事設計它不需要是 你為了從事設計而從事設計 設計只是一個讓大家發現說 商業模式跟社會公益不一定是不齒的這個轉念而已 所以如果年輕人想要做一些工作 他還是要去問說 這麼多永續發展目標 到底哪個是你在意的 有些人在意解除貧窮問題 有些人在意選資源跟環境 有些人在意教育 有些人在意老人等等這些 所以他還是要找到他的志趣 在那個志趣裡面透過這個生態去結合 他不一定就要創業 他可能就加入現有的團隊 或者是他去成為設計生態系的一部分 他不一定自己做設計 但他幫助這些做社會創新的人等等 所以我想設計它是一個敲門專 就是說我們常常做一些聯合行銷 那像之前設計會有什麼百寶盒啊大禮包啊這樣子的東西 你一打開 他外面當然說是設計的聯合行銷 但是你一打開裡面是12個或10個不同的社會創新模式 那你看完之後大概只有一兩個你會覺得很認同 那這樣就夠了這樣是很好的 就是說接下來就是你跟他有更深度的去接觸 而不是只是一直停在很抽象我要做的設計 這樣一個感覺 所以我接近年竟然是說他透過設計這個聯合品牌 但是還是去認識具體的他想要達成的社會使命 然後去做他的 對 好 我設計告訴你 好 接下來我很快 因為可能有時間這麼久 對 好吧 那就可能大家都會問你 從正義來你最大的挑戰 你怎麼樣克服 因為你這樣一點多了嘛 對啊 你有什麼很難克服的或是很怕 沒有 還是這個任務在一起 我之前要入閣之前 最大的一個挑戰就是覺得說 因為我很希望能夠在台灣的各地都能夠辦公 我不希望一直被關在台北行政院裡面 所以當時特別去調了整個市行政總署的一個函 說任何公務員他的工作只要跟網路多通有關 他就不受一般公使的限制 然後如果他的長官同意 他也不受工作遞給的限制 所以我是拿那個去做到顧協商 然後院長也同意了 我們人事總署也同意 所以適用在我的 就適用在我們的團隊 所以我們的團隊每一個人都可以在任何地方辦公 那我覺得這個當時是最大要突破一個挑戰 我記得當時做過一個民調嘛 然後好像只有四成多的人支持我這樣子做 然後有好像兩成的人反對之類的 就在當時是一個controversial topic 對那但是我這樣子run了一年之後 大家好像也都習慣了 而且現在這個我們行政院內閣就是行動內閣啊 每個禮拜五在不同的縣市啊 大家好像覺得說這樣子其實 真的是一個直接聆聽到在地的尋求的一個好方法 所以我就不用承受他們大家的社會壓力 所以就也是算是有social impact 對不對 因為把公務員一定要在公務機關裡面的這個想法去顛覆掉了 那所以我想應該是剛上任那是最大的一個挑戰 那現在既然這個工作模式大家似乎都可以接受 我覺得並沒有什麼別的挑戰 OK 那那個好像這個比較輕鬆 你經常在看VR看那個你說外太空是你的最愛的 對 還有數位 對 那空中看台灣也有什麼 比如說我們現在有空 但也許你們看不見空汙啊 還有那個污染啊 河川跟環境 你會有感覺嗎 對 我想就是說從太空看台灣的話 其實就是它一切這些 台灣跟旁邊的生態的系統都是彼此連動的 而且台灣其實海域是比較大的 陸域是沒有那麼大的 所以其實就是說我們在地球上的時候 其實就會一直受到旁邊的那個好像雲朵的限制 你就看不到整個大氣的這個生態系 你看得到的是你旁邊視線可擊的範圍 空汙的時候當然就看更近一點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比較難去看到說 其實所有的環境的政策都是環環相扣的 而且也不是我們單獨的哪一個sector可以去解決 我在就是空中看的時候 它是一個計算系統的一個模擬出來的一個狀況 加上衛星的圖等等 那所以我有看到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現在模擬以及這個實際資料的蒐集啊 還是有很多欠缺的地方 也就是說好比像說環保署的很多空隙的側站 或者是其他的部分的側站 其實它的解析度也好 它的側站點數也好等等這些部分 其實都你看的時候台灣就是缺一小塊缺一小 它比像說在這個中部其實側站就沒有那麼多這樣 你有注意到這個自信嗎 是是當然 那像因為之前的臨時政府就是G0V的這個 他們有做這個 對 有做這個嘛 對 那所以這個的你這邊看到的其實是 大家捐出自己家的陽台 或者是各地的學校把它當做教材 自己去架PM2.5的觀測站 已經不依賴對Airbox 已經不依賴環保署了 這是很有趣的一個我們叫做公民科學的這樣一個專案 那這樣的專案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個當然是它可以更清楚的告訴我們哪些是移動物染源 哪些是固定哪些是境外 但第二個是它讓每個人都變成大家可以討論的東西 不是只有政府能做 然後只有政府能討論的東西 你不是他講的算 沒錯 所以我們現在投出很多資源在一個叫做公共民生物聯網的一個計劃 公共民生物聯網 公共民生物聯網 對 哦 IoT 對 那公共民生物聯網 它的意思是說 本來是各個部會各自去蒐集 然後各自去處理的一些這個 這也是政府的計劃嗎 是的 這是特別預算裡面的計劃 然後那就是前線技術建設 那前線技術建設 大家以前對數位建設的討論不一定很多 所以這個計劃可能比較少人發現 但是這個是前線技術建設裡面很少數我們是以串接各個部會為目的的計劃 意思就是說它並不是單一的部會在主張 科技部它可能是貢獻它的高速的運算資源 那環保署以及好比像說的水利署 它可能是貢獻它的空品跟水資源的一些感測 然後呢 還包含這個國際的這個連結啊 市井啊 這個地震的預報啊 速報 大同火山如果要爆發了 我們應該要七少幾小時知道啊 等等的所有這些部分 那以前這個各部會是有點各做各的 但是公共民生物聯網的 民生公共物聯網的目的 就是把所有這些東西整合在同一個計算架構裡 那這個什麼好處呢 第一個 它是一個讓民間也能夠對等參與的地方 所以剛剛的那些臨時政府的朋友們 自己弄得 民間也可以對的 就可以Agri進去 這些科學家都可以進來 對 就是這件事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如果你對我們的空污的運算模型 不那麼滿意 或根本不買單 根本不相信 那這樣子的話 你可以自己寫你的模型 也跑在國網的機器上 也有所有的 即時的大量的 所有這些空氣資料給你 那這樣子的話 你算出來的東西 所有人都可以驗算 以前的問題是 每個人自己量自己算 誰都不能驗算啊 那我們現在是把所有的資料 都搜集到同樣的這個地方 它就會變成是 大家在同樣的科學證據上面 一起去驗算 然後一起去找出 實際的空污模型的地方 所以從太空看地球 我就會發現說 衛星的部分 當然就像你說的 看得不是很清楚 用模擬的可以看得很清楚 可是那個模擬就會缺一塊缺一塊 那這個部分 其實就是我們透過這種 尋證據治理的方法 去試著解決的 那我們在明年應該是 年中的時候 就是大概五六月的時候 就會開始把所有的這些資料 把它集中在國網 然後任何民間的科學家 甚至只是感興趣的朋友 也許他是小學生 中學生他就是要寫一些作業 算統計學作業 他都可以連到這邊 去用這個去做研究 那這件事情就變成是說 第一個他可以參與 他參與是自己 在家裡陽台價格測佔就好 那第二個是 他也可以很透明的看到 我們到底是在怎麼去做政策規劃 政策規劃後面的數據依據是什麼 那透明的參與 本來就是互信的基礎 這個應該也是數位什麼 數位國家裡面很重要的 對 這是數位建設裡面的一個部分 對 那在後面當然又有更多 像說目前聯邦PM2.5的這些測佔 大部分的原件都不是台灣製造 那工研院現在正在就是浮到這個廠商 他們已經在計轉了 那會讓這個國產的PM2.5原件 能夠更便宜的讓所有這些測佔使用等等 所以這後面又有生態系的建置 原產業的輸出 可是明明台灣的電子電 他們是可以做的 對 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說 但是環保署他沒有開 對 就是社會問題 社會問題跟商業模式以前是脫鉤的 那社會創新就是說 你可以把這兩個接在一起 那以前如果你環保署只有幾十個測佔的話 你採買量就這樣而已 但是如果現在每個人都會自己願意在家裡布了 那這樣就搭了 OK 好 這個 什麼叫甘特圖 甘特圖就是他告訴我們說 在每一個年度的每一個月 哪件事情會開始 哪件事情會結束 這叫甘特圖 是 抓回禮圖 最後一個比較軟的 我知道你沒有時間 這個問題跟前面比較不一樣 也不是什麼環保 對婚姻的看法 對婚姻沒有什麼看法 我自己用不到 這個大家都知道 好 所以之前都回答過了 對對對 好吧 那你進入政府部門以來 你覺得自己有什麼改變嗎 沒有 換位置完全沒有看到的 那其他的 其他你可能回答過了 這兩題看你要不要答 因為我後來看了你的簡歷 你有提到這兩個人 對 就是 什麼人對你影響最大 或者說你景仰或崇拜的人 我其實並沒有誰 值得景仰或崇拜 那當然我在一開始投入這個 網絡網路的工作的時候 Tim Bransley 就是去發明 WireWeb的那個人 他是把他的智慧財產權 就是他的著作權或專利或什麼 都捐出來 然後他甚至把這個治理的方向 也捐出來 讓社群去治理 那在WireWeb之前 其實有很多別的系統 但是因為那些系統的發明 都是想要控制 所以到最後就沒有那麼多人用 但是反而Tim Bransley 整個開放出來 所以就所有人現在都在用WireWeb 並不是因為他技術上比較好 而是因為他把這個決定權放下 然後能讓所有人都來參與 所以不好的部分 就變成是大家可以參與的一個理由 那所以就是負能量發電 所以這個概念 其實我是很早就跟Tim Bransley受他啟發這樣 OK 謝謝 謝謝 你全部打光了 好 感謝 謝謝 謝謝 還不在有收穫的 很高興 謝謝 那我們原則上就是 1月1號這個一次出 OK 好 謝謝 我覺得你可以扮演他們各個 因為這樣的一個觀點戲 他們橫向你 臉弱性非常弱 而且誰也不理事 沒錯 你可以做這種忏連 對 對 而且看起來可以看得很好 是啊 就創造一些空間 我們大家都可以練 彼此知道彼此在做什麼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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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